这盘棋讲解是2023年的昆山碑三四密集战 红方讲穿 黑方是驱超 开局是先之路 对边局 这儿红方走的是四脚炮 黑方呢 出局准备抓 红方就上马 黑方出来之后 红方形成弹子炮 黑方这儿上马 红方就出局 黑方上马之后 将来是要打局 但是呢 这个棋红方不怕 他强行出左局 看你要怎么走 因为之前有一盘棋 就是黑的走巡河局之后 红方现兵上马了 最终红方这个棋战胜了黑方 那么本局的话 这个棋 黑的他选择的招法是直接出局 那么这样的话 他没有走一个巡河局 而红方就先走巡河局 黑方这儿不能对 对外丢着炮 那么这个棋你要走炮 他上马打着局 怎么办呢 黑方点拘进来 就准备压马 红方拆炮 一心换位 现在你压马没有用呀 他这儿有个炮死巾打死局啊 所以黑方赶快就撤回去了 此时呢 红方选择招法是过河局 这条棋也可以 但是有最好的招法就是上马 这个棋更积极 因为在这儿以后呀 你现在无非就上马打局嘛 他有一个冲兵呀 那你打一个 人家吃你一个 换的话吃掉你啊 这个时候 黑方能走的就是浸泡个队 但红方可以移形荒位啊 那么你一队人家一吃 你还得飞一个象 这边抓着你 你还得闪 此时呢 红方冲兵红马就可以了 黑方这边就是一个先前后去 这个棋红方上马可以保住啊 黑方吃可以补香 黑方吃可以补水 接下来你上马去队的话呢 就换掉 换之后他这个兵可以冲 将来要拱着你的足 你要去看的话 他现在给你对居 那对完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呀 将来这个棋啊 红方就是多兵之事 黑方想跑是很难跑得了的 他这个炮就被你困住 将来这个棋啊 哪怕就这个事过来把这个足打掉 三个兵就够硬了 所以这种棋啊要注意啊 那么上马之后 对方如果上马打局是不行的 对方如果平炮对局会怎么样 这个棋更不行啊 很快就杀进去了 因为这样的话 他一吃炮啊 一吃马他有一个平局抓司马 这样会得子 那如果说你选择这个飞向去打他 他进一步 那么你要是逃跑 他这边也逃跑了 你不逃的话他平局抓司马 所以这个棋也确实是尴尬 可见红方上马是居家的好奇 那么又巡核鞠配合 抢核口打局很积极 实战的话他走过核鞠 结果呢黑方就 平炮 红方这个时候啊 炮先打对方的足 我去实惠 那黑方就进行要对 红方不对踩着炮啊 所以必须得换 换之后这个棋啊 他选择吃一个 那这儿的话 想骗对方一吃啊 杀过来吃中足 但是黑方飞的个象没管他 红方现在子弟不唱啊 他选择招法是飞向 这儿的话像对兵活马 黑方不给机会 红方呢不优势 黑方就上马 所以这个棋反而黑的好下 红方冲兵 想把马克制住啊 黑方只管上 你过个兵 他踩一个 准备踩向打马 红方这个棋就上马 不让 黑方一退炮 准备暂握掉 这个棋很凶 红方能走就上马 赶快对掉 这样的话比较积极一点 走炮四瓶三啊 相当于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他这个棋啊 就是骗你 你现在不能踩向 踩向向掉你 一一打他有根 但黑方他有一个瓶炮 先打马的棋 这个棋很经典呀 到这之后 红方啊 他选择只回马踩马 这个棋似乎可以考虑一个 平兵啊 但是也不好下 黑方只要走出瓶炮呀 你这个马就要丢 你不丢的话 穿你一将把箱一踩 这边就杀进来了 所以这个棋啊 受不了 虽然你拘啊 可以看下二线 但这边还丢着炮呢 这边随时还可以踩势啊 手段太多 所以这个棋啊 又公盘的 那么红方啊 既然平兵也不好下 那么他决定就退回吧 黑方这个棋啊 直接被踩了 那么这个棋啊 他回马一死 主要是防止杀招啊 比方说你打掉吧 他现在可以给你一将 出来之后有一个平炮 去前炮后杀招 上去的话 一将可以填马 解杀 但是他可以一将呀 把狙丑了 所以刚才不敢上马 就担心被杀 现在你即便 这个马防的手拘没了 那也不行 所以走到这之后呀 那很明显啊 那最上个棋的话 你肯定不敢打人家 你只能先把这个马下掉 那黑方就把红方打掉 现在还 有一个归边之势 红方到这的话 赶紧上马 因为你不上的话 他踩炮打马就得责了 你这一上 人家这个棋啊 小猪一冲 就要吃这个兵 红方下去 顽强挡着炮 黑方吊鞠过来吃马 上马之后担心丢相 他退回 这样的话 黑方呀 直接就甩炮了 这个棋下底炮太狠了 吃这个足都来不及 那怎么办呢 红方走的招法 是小兵继续抓炮 黑方顺水推舟 先来一将 是他英手 如果你落相 那炮就平气啊 一炮就打死了 那只能上马了 黑方仍然是平炮啊 这个炮打马很凶 红方到这的话 这个棋就退回顽强 黑方 鞠啊 随时点马就可以 他一将尸啊 磨刀不废砍柴弓呀 直接把你卡死 到这还将着你 你落相打死 那只能捕食 捕食之后 黑方有一个平足 红方就认输了 因为这个时候 你能走一只飞向 他会吃掉你 到这的话 关键你这个子 他不能过来防守 这比较尴尬 那你肯定想 这个兵过来防守 那黑的这个棋啊 他掌炮 你想跟还跟不住啊 猜你 随着这的话 看着对方下一步平足 却非常无奈啊 那这个棋走到这以后呀 黑方将会绝杀红方 所以看到这样一个杀招呀 那确实是无敌回天 蒋川就认输了 这样的话 许挑和什么 多走第三名 蒋川第四名